歡迎光臨 早上跟大家見面 2022年將盡 我們今天應該是年尾之前的第一次 接著下一個星期是2022年的最後一次 但是今天我們那個節目的安排有一點點不同 事緣是為什麼呢? 我在一月薑我就會去東京 但是陳章行博士給我一點點 你之前 我就不去東京 我其實剛剛上個星期節目做完 我就數了去京都 當然就飛到京都、大阪、神戶那些地方 你說香港人來說 我去到見到不少香港人去旅行 關西機場都很旺場 但是我這些致命是假裝不會去主流景點的人呢? 那我當然是去到一些跟科學有關的景點了 我在歐洲的時候我都是去很多這些景點的 其中一個我想你也記得了 去了安斯坦的武校 是的 ETH 是的 那另外就去了在米蘭的時候 去了加里略那些的紀念館 那很值得一看的 真的很值得一看的 但是這次你去的那個是朝聖 是不是? 我絕對是的 人家去京都當然是去看看那些清水寺 看看那些什麼天皇的御所 那接著就去看看那些古城 購物 那我就去京都大學的 OK? 那大家現在看到 我就發了一張照片給台長 在那裡自拍 看到那個叫劏村紀念館 那其實呢 就是在那個京都大學裡面的一個 就是我自己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勝地 那就是這樣說 雖然要講科學生資 要講年度回顧 那但是我又覺得呢 講一下這些這樣的吃河玩樂的東西呢 就是介紹一下大家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大家都是會喜歡聽的 反正到現在大家都在年底賣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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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們稍後就會講一下年度回顧 那講不完 我下個星期會繼續去講 就是今年我們有什麼重要的科學事件發生 還有如果有什麼展望 未來2023年會有的新發展 我們一定會講 但是因為既然自己剛剛去完一個 我認為多值得看的那些科學勝地 所以就拿出來講一下 那我去的就 我就花了其實很少時間 其實兩、三、四個小時我就去了京都大學那邊 那它就是一個京都的 它有分幾個校區 那它最主要的校區就在那個東邊那裡 它叫吉田校區那裡 那其實呢 就是小弟 有一個自己的見解的 因為如果你看一下世界大學排名呢 只要看一下亞洲那一部分呢 那你現在看到亞洲第一呢 就下去就是新加坡國立 還有這個北京、清華那些在那裡爭 然後呢 其實香港那些大學都不入流的了 如果說在亞洲前列來講的話 它是前列的 但是你以為那頭三名呢 基本上都不到香港那些 但是呢 日本那些你總是排到不是很前的 但是你如果問我的話呢 作為一個著重看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呢 我會認為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 在二十世紀 乃至到現在 現今二十一世紀 在亞洲的這個基礎學術排名上面 應該我認為是亞洲第一的 而不是新加坡國立 不是北戴 不是清華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很簡單 你如果看回京都大學那個諾貝爾得獎者的數目呢 是亞洲第一的 就是京都和東京兩間都贏了亞洲其他大學的了 我當你這間大學多豪華 多大規模 多少學生 多少資金 多少資金 多少影響 多少影響都好 最厲害的一定就是京都和東京 去到京都大學呢 其實去那個大學 我覺得顏色那些很低調的 又不算很大規模 我不知道台長你找不找到一張 我在正門拍的那張 我不知道有沒有傳給你 這張 其實那個正門就是這樣 又不會有一個大的排流 又不會什麼的 你就這樣走進去 走進去又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給你在那裡等 那個位置 拿來避一下風 等的士的那個位置 裡面又有一部電視機 那部電視機呢 就是很低調地 就show 給你看 我們哪兩個人拿一個諾貝爾獎 在這裡奠定歷史的了 其中有一兩張照片 如果你看到隱約看到 就是那個電視畫面在播 湯川壽樹和趙永鎮一郎 當年他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相關報道 那我覺得進去呢 就是你不熟悉這些科學東西的遊志可 對於我這些人一進去 我覺得已經被人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想踢管之心呢 你一看到他擺這個湯川壽樹和趙永鎮一郎這兩個名字出來 已經被人一腳踢到飛了出廈門以外了 已經就是了 而且他不只是拿在馬里學 化學和醫學獎他們都有拿過 是的 而醫學獎呢 其實近年我們那個外科學新資做 有提到的 本書有教授 就是講那些免疫療法 他那個中心就在一個校園比較外面 新一些的地方 有整個是幹細胞研究中心呢 基本上就是他們活躍的範圍 就在那裡 所以我就在講 他們那種呢 不只是還在回憶著以往的輝煌 他們是一間繼續去積極地大量產生諾貝爾級數研究的一個學府來的 中間有一些不近不遠的 藍色激光 他們那幫人的半導體激光研究 又是 講到90年代千禧年 他們又是領先了 接著到現在最近2010年代 他們做的那些幹細胞那些那些研究 又是領先全球的 看上去就是非常低調 但是其實講那種學術成就 我覺得絕對是 就是他和東京兩個就是叮噹碼頭 一個亞洲第一 一個亞洲第二 哇 我看的表很長啊 真是 那個表 台長看出來的那是什麼表呢? 就是講京都大學歷年 拿到諾貝爾獎得主的名單 就是你發覺一個表呢 相片都不給你一張 就這樣一個表 接著要你考上去 有十幾個人的 那個應該有 不止的 不止十幾個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那有一些就現在不是在京都大學工作啦 但是他們曾經有何時跟京都大學掛名有聯繫 都放進去 但是都是有啦 對於我來說呢 就除了他諾貝爾的文學長之外 還有其他文學長都有啊 春天康成 嘩 厲害 厲害 這裏有一點遊覽介紹啦 譬如說我自己是怎樣去的呢? 那我就純粹在京都市裏面 找巴士搭去的 那你都是Google Mac 那你搜尋 我要去京都大學 那你搭哪個巴士去的 去到的時候呢 那他去那個站就叫大學正門 但是那個大學正門你都還要在一個 正確的一個路口上橫走進去一百幾十米 然後才看到我剛才說的那個很簡單的校門 那現在進去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小鐘樓的 有一座鐘樓的大樓 那這個就甚至乎跟京都大學那些 學生運動很有關的一個場景來的 而在那個 現在台長展示出來 例如我拍這張照片 隱約都看到那個鐘樓 在我身後 那個鐘樓呢 其實裡面就有幾個地方值得去的 就是除了那個鐘樓自己本身 它有一個歷史的介紹啦 另外就是它有間都挺不錯的法國餐廳 水準不錯的 價錢也都非常相宜的 然後就有它的展館 那個展館就大約一個廳裡面 就是二千多呎這樣 就把那個京都大學裡面的那個故事 還有它的介紹單章不是一張東西的 是一本東西的 那你只是拿的那本 我拿來曬一下 就是那個京都大學的那個學校歷史的宣傳單章 有英文版和日文版 趁著你講的時候 我要更正 剛才我騷擾的表就不只是京都大學 是全日本的諾貝德獎 不過呢 還有下面它原來還有Phil's Medal 還有其它獎的 高師獎 高斯派 這個就應該是醫藥的了 所以應該還有很多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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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沒有印象 印象是沒有錯 數個都是 只是和京都大學有關 都是超過十個的了 這個就是 當然 看大學的歷史 除了看人民歷史之外 大家都知道 你離不開日本的近現代史 如果說日本的那個衛生運動 整個學問怎樣去緊貼世界 現在台獎就騷擾了 應該就是湯川秀樹教授 他在京都大學網站上面的介紹 入到那個在中樓裡面的展館仔 有一個我認為大家是非 對於我來說非體不可的 就是裡面還有湯川秀樹教授的親筆秀席 就要靠台獎去找一找有沒有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純粹是那些單行紙而已 那種單行紙好像我以前中學考試那種單行紙 小答案那種 他就將他的那個paper的初稿寫下來 這個就是湯川秀樹教授 就教量子力學的lectronauts 有他的手稿在那裡 好像我沒有再看清楚了 就和趙永鎮一郎教授有什麼關係呢 有些關係 另外這個就是趙永鎮一郎教授 和湯川教授的書信來的 你看到兩位都是殿堂級的諾貝爾物理學得獎者 如果講到趙永鎮一郎就給湯川秀樹 就遲些拿 但是那個 如果湯川秀樹就由他那個在那個叫戒指 Mason的研究那裡的理論研究那裡 就得到這個獎 那趙永鎮一郎就在那個叫做藥商會作用 尤其是量子電動力學和Richard Feynman 同一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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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難的地方就是趙永鎮一路沒有和外界溝通 是的 你發覺這家大學就是這樣的 去到那個免疫 就是免疫細胞研究的本書有教授 也是沒有和外界溝通 跟著就自己在那裡埋頭苦幹研究 就出到一個諾貝爾級數的東西出來 是的 你說他們自學那種 就是不是自己學 就是對待學問那種研究能力 的水平有多高 多厲害 那不代表他們完全沒有看外國的研究 但是他們不會說很積極的 就是說 你做完這件事我和你鬥搶 但是我只知道問題所在 我就很專心地研究下去 另外台長現在就表達了 趙永鎮一郎教授的那個介紹 你都不認識了 蔡英秀樹那個貢獻 你都說戒指 為什麼在當時他會因為這個發言 會拿到那個羅莫遇獎 但是這個台長你找不找到那張 他的手稿的那張照片 你看看找不找 找不找得出來 他上面就寫著有了 湯川秀樹教授的那份論文的原稿手稿 都是類似像這些圖那樣的 但是是另外一張的 那上面 是的 你先去找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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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要講一講了 湯川秀樹教授他本身研究的範疇 就是基本粒子 OK 而在基本粒子世界裡面 除了我們去找一些基本的建範圖之外 原來湯川秀樹教授就是這個了 就是這張照片了 其實你如果放大一點隱約 看得到他上面寫什麼 就跟他真的出版的論文那個內容一樣的 就是他的第一稿來的 他寫英文的 是啊 因為這篇文章要出英文 那我們應該看得明白了 如果是這樣 是的 其實你頭幾句那裡已經講明了 在那個時代去研究這些這樣的粒子物理 只是找哪幾粒是最基本粒子 但是原來在粒子世界 應該在量子世界的那個picture裡面很有趣的 就是你兩個粒子之間的相互作用 那種相互作用 你都可以將它用一個粒子 或者波動的形式去表現出來的 後來我們發覺基本上就是用量子牆的形式去表現出來的 然後就是湯川秀樹教授就執著這種量子力學的精神的認識 就是準確地預測到 在兩個基本粒子之間他們有相互作用的時候 中間能夠印證到這個相互作用存在 就必然會出現一種叫Mason 戒指的物質 後來就在粒子實驗裡面就準確地找到這個東西出來 於是他的研究就是利用了理論準確地預測一種物質的存在 在整個粒子模型裡面就很有趣了 除了你有那些ABC幾種這些基本粒子之外 另外就是那些粒子和粒子之間的力傳遞物 那些叫做力傳遞子或者叫做戒指那些東西 其實原來也是在這個粒子世界裡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說無論我和你做基本的Building Blocks都好 我們之間的基礎相互作用都是我們整個粒子模型的其中一個重要一員 那如果譬如說的很簡單就是說 要傳遞電池相互作用的中間的中介的那個力傳遞子是什麼? 就是光子 然後就是湯川教授所說 譬如說如果是一個一個質子 就是在原子核裡面那些這樣的粒子 它有一些中間的相互作用是要用什麼形式存在 它就找到一些Meson這樣的東西 我可以說這個很重要的創建 這個就是 它寫論文的時間是1934年 換言之它拿的時候都要試隔十幾年 但是我剛才看的論文不是太長 只有十個十版 是啊 但是你想像一下 在1934年的時候 那個量子力學這門學問剛剛奠定了很久 大約Heisenberg也是1934年拿了諾貝爾獎而已 它第一段已經有提到Heisenberg了 是啊 是的 而那時候的量子力學有沒有發展到成為 就是量子長輪一個成熟的學問 未完全的 但是自從有它這個想法之後就是了 那麼到了後來 赵永鎮一郎也都是再建基於 就是湯川壽樹教授那個想法 再將它推上一些 推到上去這個量子電動力學那個範疇 所以你看他們那個研究 你簡直是看到一個量子力學發展史的 我會說 這個很難得的 但是因為在日本那個時候 其實基本上還是相對西方還是一個稍微落後的國家 好 那我們今天只要結束 我們打一節再回來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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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對 柔順 玩家 Đ SCOT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